中風患者的治療方式出現了重大突破 衛福部國家中醫藥研究團隊 經過了十多年的研發 重新調配了治療中風患者的藥方還有比例 研發出了醒腦音號 目前正在進行動物實驗當中 中風的小鼠使用之後 在七天之內存活率可以達到百分之百 而且有望改善中風的後遺症 預估最快在年底上市 而明年也將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希望可以造福更多的中風患者 中風後康復期是段漫漫長路 如今這些腦部中風的患者 有了治療的好消息 繼清官一號後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歷經十多年 研發出中藥副方醒腦一號 在動物實驗中中風急性期的小鼠 七天內存活率 如果是使用西藥血栓溶解剂大約是四成 使用中藥骨方約可達到八成 中醫藥研究所將骨方重新組合調配 開發出的醒腦一號 使用後存活率可提高至百分之百 且對小鼠抗血栓抗發炎激素風暴 腦神經元等保護都有提升 另外對於中風動物的活動能力 自理能力及辨識學習能力都恢復良好 有望改善中風後遺症 現行一般急性缺血型腦中風發作三小時內注射血栓溶解剂 恢復效果較好 但於是使用反而會增加腦出血風險 而且有傷害腦神經等後遺症 因此臨床上只有不到一成病人適合使用 若未來提供患者醒腦一號作為補充或是另一種治療選擇 將有望增加康復機率 而近軟交商會議後 已有廠商願意合作 預估最快今年底 醒腦一號有機會以保健的食品形式上市 而臨床實驗也正著手進行 中藥股方老要創新使用 期盼未來讓更多中風患者 加速治療與復原速度 再次講一下葉林凡台北採訪報導